特首林太昨天在她的Facebook專頁貼了一篇文章 似乎她在Falange Falange的意思是發難詐 直至前晚累計大約有16萬2千名市民 接種了第一劑疫苗 佔了16歲或以上的香港居民 大約只有2.5% 林太似乎有些不太憤怯地說 難怪港大醫學院院長梁卓偉教授 在電台上說這個速度 香港等到2023年才能完成全民接種疫苗 看起來似乎都很明顯 林太對於這個歸速的進度非常不滿意 他還說以色列超過50%的人接種了疫苗 英國也超過2000萬人接種了疫苗 人家也在逐步解除社區隔離的措施 林太反問 這些逐步恢復正常生活的可能性 不是大家所盼望見到的嗎 我又會用我主觀的演繹 林太這方面的說話 我會這樣演繹 你們還不快死去接種? 如果不是的話 不可以放寬這些現時的隔離措施 你們還沒罵我? 我已經叫了你們去的了 準備了給你們去接種 不要把責任推在我的身上 林太 不好意思 Sorry 我相信很難不把這個責任推在你身上 暫時接種率偏低偏慢 因為大家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是低到不可能再低 是呀 特別大家看在眼中 覺得部分的防疫政策 好像另有目的似的 包括刻意要給中國科興疫苗 先比德國Biontech復必泰疫苗 開始在香港為市民接種 而復必泰是大家較有信心的疫苗 林太所做的一切 部分的市民就會有種感覺 是為了向中央交功課 在這邊的post中 林太還引述上星期 和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會面時韓正說 中央對特區抗疫的支持 萬事俱備 只需要市民的支持 和參與 提高疫苗的接種率 因為林太已經要求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去研究一下 再開放合資格接種疫苗的群組 香港開始接種疫苗以來 特別是中國科興疫苗 先後出現了多宗不良反應和死亡事件 衛生署昨天3月13日 晚上公佈 多了兩名 一名是80歲 一名是67歲的男子 接種了中國科興疫苗後 是死亡的 兩個人都有糖尿病和高血壓的病例 直到現在累計 接種了科興疫苗之後 死亡的人數共有6個 那名80歲離世的男子 本身患有糖尿病 頸動物 觸氧硬化 高血壓 等 病狀 曾經中過風 而這位病人3月1日在元朗天輝路體育館 接種中國科興疫苗 3月6日覺得胸痛 然後去了明愛醫院求醫 同一天轉送到深切治療部 初步診斷他是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 之後轉送到馬加列醫院深切治療部 一直到昨天下午 因缺血性腸道疾病而離世 另外那位67歲的病人 都有長期病患 同樣患了糖尿病 高血壓 還有高血滋症 3月2日在私家診所接種了中國科興疫苗 3月11日在旺角港鐵站運送到港華醫院 初步診斷是急性冠狀動脈綜合症 到下午就離世了 直到現在 香港已經有6人接種了中國科興疫苗之後離世的 其中五個都有心血管疾病的病歷 雖然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員會 直到現在都沒有判斷過死亡是否 和接種疫苗有關 但市民自然會對這種疫苗的信心減低 這是人之上情 大家亦不明白為何不能等新冠疫苗臨床事件 評估專家委員會 進行了他們的因果關係 全面的評估後 才再次為長者接種中國科興疫苗 衛生傳引述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疫苗的接種異常事件不一定是疫苗使用有因果關係 是前後關係但不一定是因果關係 又指出每天有不同程度急性疾病的人 都需要入院接受治療的 我們可以看看醫管局的治療 因為心肌梗塞或急性缺血性中風 在2020年全年入院的 分別有7300宗和10300宗 所以他們呼籲如果你患有長期病患 又感到不適的話快去求醫 先問問醫生 但很明顯大家對政府少了那些信心 因為少了這些信心 是選擇不去接受這些資訊 有趣的是 究竟那些專家是怎樣選擇疫苗的 之前跟大家說過的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他告訴大家 他超零 不試得自己有份研發的港大噴鼻疫苗 所以改打了德國 Biontech 復必泰疫苗 希望可以做一個榜樣 鼓勵大家去接種 問到袁教授為何 Biontech不選科興 他的理由是說得過去的 因為他自己是屬於教高危染病的群組 所以需要副作用教多的也不要緊 但是保護力要教外的 更猛一些的疫苗 除了袁教授之外 去到中大那邊 中大醫學院院長陳家亮教授 率領多位教授 率先在中大醫院接種疫苗 要鼓勵那些市民 大家快點來一起打吧 有份打針的 包括大家都熟悉的 總留學系主任 莫樹錦教授 醫學院助理院長負責校友事務的 榕樹恆教授 還有內科和藥物治療系主任 許樹昌教授 也是政府的專家團隊之一 中大醫院可以提供接種甚麼疫苗 正是德國Biontech復必泰疫苗 看到港大的法律學者張達明 都在他自己的Facebook上出了一個post 他說自己和六個親人 一起去接種了德國Biontech復必泰疫苗 他七個人的年齡 由24至83歲都有 當中都有長期病患者 整體健康也是不錯的 我自己在星期五、三月十二日 接種了德國Biontech復必泰疫苗 你呢? 你準備好接種了嗎? 千萬不要抱著和政府鬥氣的心態 沒有甚麼是比自己身體的健康更重要的 如果真的有疑惑的話 問問家庭醫生 我相信盡早接種疫苗對自己、家人和整個社會都有好處 接種了